一个素耳屏 看上去像那个玉乌村 画的是麒麟颂子 高度有38公分 麒麟颂子图 两个仙鹤 口径是9公分 有两个瘦 瘦锁 紧致地开关 或者是花果图 后面是宝盒飞出五湖 五湖城墙 那这个云呢 全部都是如意云 到了乾隆的时候 就很流行的如意云 所以这个最 最迟路是乾隆 早就是雍正 这个情况还是有分色了 先河再飞 以如意窗这个变形连办门 这是如意云的 如意云 没有尾的 如意云头 变穿 微微带一点 底致又泛轻 还是亮清又 穿着修竹修得相当好 很硬 那个又都是很硬的 这个又 又生 它也不是紧皮亮又 但是它也很硬 变穿的 变穿的底渣是十点五公分 可以说都算是通勤吧 你看 好喝 红布齐天 在云城中 云城中就是红布齐天的 麒麟宋祖 你看麒麟 回首 麒麟回首